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作为时尚界不可获取的元素,文神则是NBA球员,尤其是黑人球员最青睐的时尚元素,和中国刚刚流行的文神文化不同,NBA球员的文神文化由来已及,而且大部分都拥有着特殊的含义,例如我们熟知的艾佛森,他除了浑身上下的大小伤病外,从脖子到脚趾的文神,也是他职业生涯传奇的土腾。 而最让中国球迷印象深刻的默酷于艾佛森脖子上的那个汉字中的吻身,在艾佛森传奇的职业生涯里,他的桀骜不虚和永不服输,的性格成了一柄双刃剑,让他跟随七十六人站上总决赛的舞台,也让他一身素衣遗憾退役。 但是脖子上的中字始终警示自己,要一身装成,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对篮球,都要中字当头。 作为仅次于乔丹的历史第二分位,科比布莱恩特在纹身上的纹身同样意义非凡,而我们众所周知的纹身,就是他用肩上的蝴蝶王冠。 科比的这个纹身是为了向自己的妻子瓦尼莎表达忠心而闻的,因为瓦尼莎这个名字的拉丁语正是蝴蝶的意思。 与此同时,科比还将自己女儿的名字纹在了手腕上,此外,肯良玛丁的死亡之腕,当肯背后的机器图腾,都是NBA里著名的纹身样式。 然而要论NBA中最霸气,最令人佩服的纹身,还要束缚人球星小皇帝勒布朗詹姆斯。 大家都知道,詹姆斯除了小皇帝的外号之外,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称谓天选之词,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詹姆斯竟然把这个称谓,直接吻在了自己的杯上球分衣,霸气十足。 不得不说,在NBA里敢把这个纹身玩在身上的恐怕也只有詹姆斯一个人了,詹姆斯之所以能有这个勇气,不单单是现在三位总冠军戒指, 和连续八年打进总决赛的壮许,而是在詹姆斯尚未进入NBA之前,他就已经是全美最富胜宁的篮球运动员之一了。 全美上校无不为之疯狂,就连参加NBA选秀,都要通过电视直播。 这种王者气魄简直就是天生有之。 逐渐的NBA里,不乏天赋一饼的年轻球员,从安东尼戴维斯,到大帝恩彼得,再等如今火遍全球的杜克先生西阿维林森,但是只要和詹姆斯的成长经历放在一起,立马就高下立判。 因此,无论后辈们多么想超越詹姆斯,他们对天生之子这个名号都是必然之,不敢触碰。